同学们好,今天老师要跟你们一起分享的故事书是 神奇树屋之中的第三册 木乃伊之谜 Mummy in the Morning 好,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章 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第二章 天哪!木乃伊! 这是一个金字塔 这是埃及人 金字塔,我们英文叫做Pierman 喵! 杰克和安妮看向窗外 树屋落在了一棵棕榈树上 它的周围还有另外十几棕榈树 都矗立在一片被沙漠包围的绿地上 喵! 杰克和安妮低头看去 刚才那只黑猫正蹲在棕榈树下 用黄腾腾的眼睛盯着它们 嗨! 阿妮大声喊道 噓! 杰克赶紧制止 会被人听见的 沙漠尼哪有人! 阿妮说 黑猫站起身 绕到棕榈树的后面 回来! 阿妮喊道 她把脑袋探出窗外 想看看黑猫要去哪儿 突然 她惊奇地叫道 哇! 快看啊! 杰克! 杰克伸出脑袋 往下看去 黑猫从棕榈树后面 窜了出来 奔向沙漠里那座巨大的金字塔 一支队伍正朝着金字塔前行 它们看上去 跟那本埃及书里画的队伍一模一样 这就是书里那幅图片画的场景 杰克惊喜地说 那些人在做什么呢? 阿妮问 杰克赶紧把书翻到那一页 读到 王室的人死了 要举行盛大的葬礼游行 亲属、捕人和其他哀悼者 跟在棺材后面行走 棺材被称为石棺 放在由四头牛拉着的鞘上 这是一场埃及葬礼 杰克说 这个夹子叫做石棺 说完 他又抬头朝窗外看去 那些牛、鞘、埃及人 还有那只黑猫 都以一种梦境般的方式 缓慢移动着 我得做点笔记 杰克说 杰克很喜欢做笔记 他把手伸进背包 掏出笔记本 然后写到 棺材被称为石棺 如果我们想看到木乃伊 最好抓紧时间行动 安妮说 杰克抬起头问 木乃伊? 对啊 那个金色的夹子里 说不定就装着一具木乃伊呢 安妮大声说道 我们是在古埃及啊 你忘记了吗? 杰克特别喜欢木乃伊 他马上放下手中的笔 我先下去啦 杰克 安妮大喊一声 等等我 杰克叫道 木乃伊 我来了 安妮喊道 天啊 木乃伊 杰克感叹道 他连忙把笔记本 和埃及书 胡乱的塞进背包 然后跟着安妮往前跑去 跑着跑着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离那支队伍越近 就越看不清那些人 突然 队伍消失了 消失的无影无踪 但那座巨大的金字塔 还高高的 矗立在 重立在他们的眼前 杰克气喘吁吁的 环顾了一下四周 说 怎么回事 那些人上哪儿去了呢? 那些牛 那些牛 那个金夹子 还有那只黑猫呢? 都不见了 安妮说 他们上哪儿去了呢? 杰克问道 也许 他们都是幽灵 安妮回答 别说傻话了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幽灵 杰克说 这肯定是海事神楼 海事神楼 名 Illusion 什么? 安妮惊讶道 海事神楼 这在沙漠里 是很常见的 杰克解释道 看上去 好像有东西 其实 那只是阳光 在热浪里的折射 阳光 怎么会看上去 像人 木乃伊棺材 和牛呢? 安妮不解的问 杰克皱起了眉头 就是幽灵 安妮一口咬定 不可能 杰克反驳道 快看 安妮指着金字塔 在靠近金字塔的底部 那只毛氏光泽的黑猫 正孤零零的站着 一双眼睛 盯着杰克和安妮 他可不是海事神楼 安妮说 黑猫动了动 悄悄的沿着金字塔的一侧 走了过去 消失在拐角处 他要去哪儿? 杰克有点纳闷 我们去看个究竟吧 安妮说 他们快步要过那个拐角 正好看见黑猫 从金字塔墙上的一个洞 钻了进去 好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同一时间 我们来分享第三章 是火的 是火的 3 4 5 4 5 6 7 9 11 6